科学家告诉我们 能跟值可以互相转变 科学家发明原子弹也是根据这个道理 把质量转变成能量 这是原子弹的原理 那如何把能量变成物质呢 现在科学家做不到 知道一定是可以能做到的 那能量在空中就取之不尽了 就像变魔术一样了 它能够变成真的东西摆在面前 能与值可以互相转变 这个里头其实透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物质是假的 不是真的 物质是能量变的 所以物质可以化 回归成能量 这个信息很重要啊 那么由此看起来啊 西方极乐世界的科学 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 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他的意念 把能量变成物质 我需要的时候 样样都有 不需要的时候 空空如也 你看多干净利落 你居住这个环境一尘不染 要什么 有什么 来了几个客人呢 要几个椅子 椅子就来了 客人走了 椅子没有了 空空的 其乐世界人的生活环境啊 我们在这个世间受苦受难 旅行的时候还要带一大堆包袱 自己背不动还请别人扛住 你说你麻不麻烦人 那我们想的极乐世界 菩萨在变法界 虚空界旅行 他什么都不会来 硬有仅有 这地方 他赶快去啊 不要留恋在这个娑婆世界 胡受罪 礼仪是我们都要懂的 礼仪是我们都要懂的